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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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个文雅的名字和你很相衬啊 我叫做风铃声 风侯风爵的风 铃铛的铃 声鼓齐鸣的声 看在我年纪大你几岁的份上 你就委屈点叫我风姐姐好了 风 灵 声 嗯 灵清 声润 天月和鸣 风姐姐的名字很是好听 你这坏孩子 从哪儿学了这些讨人欢心的词儿 哦 对了 现在外道的情况如何 街上现在半个人都没有 大家全都躲回家里去了 西下兵正在挨家挨户地搜查 不知道何时会搜到这里啊 哎 看来我是在劫难逃喽 你还是赶快离开这里 别要和我牵扯进来 要是让西下兵撞见了 就麻烦了 可是 这样子也不妥当啊 如果还有其他方法可以离城 我愿意尽力帮忙 你有这份心意我就很高兴了 虽然咱们相识十浅 不过 看起来挺投缘的 如果能逃过此劫 将来必会有机会再聚首 可是 谁在那里 糟了 兄弟们 是那个女贼 还有一个小贼 几位军爷 东西是我偷的 这位小哥只是凑巧路过 和这件事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们就放他走吧 少啰嗦 不管是谁 只要在场通通给我拿下 赫兰统领有命 胆敢拒捕者 一律格杀无论 你们也忒满横 我真的和这件事没关系 像你这种手无腹肌之力的小白脸 还敢跟我们讲道理 哼 不给你一点颜色看 看来你是不会乖乖束手就擒 啊 好痛啊 你们竟然 一定 啊 我的头好痛 我还oc p這里 有慢慢来 不然 给你这个的食物 我要很好 快回碰上 妖 妖怪 這小的是妖怪 妖 妖術 沒想到你這小子竟然 別怕了他 這是咱們的地盤 容不得他們囂張 好這邊 是我方全滅或NPC 其實全部陣亡成就是 風鈴聲會受到傷害 夏侯儀擊敗西夏隊長 好陣亡不超過一人 那如果夏侯儀 風鈴聲會受到傷害的話 這邊建議是用 一一 然後 一池兩 這邊有寶物嘛 這邊也是 另外拿寶物 好我們這樣試試看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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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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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沒有成就 正確的 風姐姐 山洞盡頭只有一處石門 我們怕是逃不出去了 山洞外他們必定重兵把守 咱們反其道而行 往山洞裡衝殺 說不定還有活路 這面牆壁的模樣好奇怪 上面平平整整的 倒像塊大石碑 卻不知是誰放在這裡的 石碑 等等 無印無痕 朱正太虛 莫非這就是家下之門 那我們要如何打開這扇家下之門呢 秘密都在這扇石門之後 讓我瞧瞧 應該有可以開啟石門的機關 這門 看來真是特別啊 哦 逆日與逆月的文章 那秘卷圖上所指的 果然是這裡 風姐姐 你是從一開始就在找這個地方吧 中途你沒有決定秘基從馬車上逃離 其實是為了這個 一弟 對不起啊 我 我不是有意要瞞你的 在馬車上時 我曾想把真相告訴你 可是那時你已經呼呼睡著 我就沒有把話說完 風姐姐冒大險來到此地 想必這件事對你十分重要 咱們還是先把這裡查一查 或許有機關能打開石門 風姐姐快看 這裡有一具屍體 嗯 看來已經死了好一陣子了 這人服侍不像本地居民 顯然是找到外頭的機關闖進來的 咦 她的手上有張羊皮紙 我看看 這是回狐文字 寫的是 三座皆成一求 但不知其緒 擇一視之而魂體崩瘡 雖知其物 然時已晚已 有垃圾 并非置于此柱 此地共有三柱三球 剩下两个以二则一 看 黑球就在那边 乙弟 等等 我们只有一半的机会 猜对黑球可放的位置 这太危险了 我看 此事还是作罢 线下西夏军守住了入口 我们只能往里面 寻找其他出路 而且 我总觉得这个地方 很是熟悉 等等 乙弟 仔细听 好像有动静 风姐姐 快退后 我来解决他们 人气 没想到竟生出这些毒物 要取回黑石球 还需要消灭这些毒物 风姐姐 我们快点打退他们 开启机关 风姐姐 门开了 里面似乎是条长老 我们进去看看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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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来 我来 你 我来 你 我来 我来 楼兰 楼兰是亡于汉朝时的一个古代西域小国 据说它湮灭的缘由与经过非比寻常 因此 我一直在寻找有关此事的蛛丝马迹 根据我从西夏统领处偷听到的言语 这里的一切 应该与古楼兰城有关才对 可这究竟是 封姐姐 西夏兵不知何时会来 我们得找他出路逃离此地才行 快看 这里有扇门 这门上的日月图形 好像就是开门的枢纽 奇怪啊 怎么卡住了 这齿轮缝隙里积累许多灰尘杂物 所以一时转动不顺 我这里有关苏油 兴许有用 这里好像是最深处了 不过景色依然和前面的一样棋轨 不止如此 我们好像还找到了此地的主人 你瞧 冰 一帝 你认识他 这 怎么可能 只是看到他的第一眼 脑海中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 不自禁就脱口而出 不会吧 瞧着少女的模样 好像一直在这里沉睡着一般 不过 他当是个不折不扣的美人呢 你瞧他的白发 配上白瓷般细白的肌肤 看来就像一尊象牙细雕的人偶 也难怪我乍见之下 还以为那是一尊雕像呢 嗯 他的确是很漂亮 不过 他若在此沉睡了这么久 想必不是凡人之数 咱们 咱们还是别惊扰他的好 是啊 咱们只是要找个逃生的出路 就在这四周看看 别轻扰到他便是 啊 这怪地方果然有秘密 那张秘卷和楼兰一定有关系 哦 你 是被我盗作秘卷的那个西夏统领 大胆女贼 俺有名有姓 叫做贺兰铁汉 乃是大夏国铁卫军统领 兼任殿前阵卫将军 你且好好记住了 哼 原来你就是那个恶名远波的铁卫军统领 你的西夏铁卫军贪脸横暴 鱼肉百姓 在宋夏边陲两地赫赫有名 这想必都是出于贺兰将军的领导友方吧 至于你的秘卷吗 我不过是进来看看 你们就喊打喊杀封锁城池 真是小气 好个伶牙利齿的女贼 等你们进了宋州的铁牢 有你们的好果子吃 不过你们开启了前面两道机关 倒替俺省了不少功夫 这个黄毛小子 就是那个会使焚火妖术的小鬼 我倒想见识见识你有多少金粮 起招 贺兰将军 若你定要以多示强的话 就不妨来试试看 兰州那些士兵 就是你的下场 休得无礼 你没事吧 好奇异的感觉 像是很遥远而陌生 却又不能再熟悉的感觉 而对于他这一声问候 却像是非回答些什么不可 我该怎么回答他才好 哈啰大家好 我回来了 就是呢 这边跟原作 幽城幻见路的剧情一模一样 然后这边要回答什么呢 诶 玩了第三次了 我再跟大家 科普一下 这边呢 为了要完成幽城幻见路 完美的结局 其实也不是完美结局啦 就是要 诶 我 我要怎么讲 我不能爆雷 反正有看过大师玩的那个 等一下哦 有人加入我的频道 有的社群 然后选 反正就是选士尼就对了 士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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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是谁 他们 他们要害你吗 这鬼里鬼气的婆娘是 当敢插手此事 就隐蔽杀了 给我上 然后这边 兵力存活 同时击败所有敌人 有兵力击败荷兰铁汉 然后有个保护物 小事一桩 愿尽棉博之力 然后阵王不超过三个人 阿良 执政婆娑 我弄这样子 OK 对 真结局 没错 秦贼先 秦王 一帝 咱们抓紧降服赫兰铁汉 逃离此地 姑娘 前面危险 请你稍早后退 让我们在左右帮你掠阵 我是你的剑使 我的使命 就是立于你的身前 将你的敌人 竞树图面于此剑之下 这 这 这阴阳怪气的兵剑 又是从哪里拿出来的 尔等果然是敌人 既然如此 那便杀无赦 少啰嗦 受死吧 请奉神旨 十轮成命 魂剑相遇 死不选择 就已经玩太多的确会 会不耐不耐烦玩 也就你会看腻啦 这倒是真的啦 你看我玩了第三次了 如我所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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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就凭这点伎俩 可不是本统领的对手 今天就让你们见识见识 什么才是真正的用兵之道 请奉神旨 死不全种 俺堂堂铁卫军统领 竟然会败给了你们这群小贼 今天就算是俺赫兰铁汉 大义轻敌 事情不会就这么了的 你们给俺好好记住 封姐姐 就这么放他离去 妥当吗 他本来自信满满 却惨败在我们手下 而且受伤不清 已然气局胆丧 此刻只会急着收兵养伤休息 应是不会再来碍事了 姑娘 多谢你方才相助 我们才能打退那个西夏统领 大恩不言谢 今后姑娘如有差遣 我们必定全力以赴 以报今日之恩 敢问姑娘方名 名字 我 我不记得了 不 不记得了 我好像 在这里睡了好久 好久 醒来的时候 几乎什么都已经忘记了 我还记得的一点点东西 在刚才的一战之后 也像残影般消逝了 我 我记不起自己是谁 不知道为何我会在这里 我唯一还记得的 就只剩下你 记 记得我 我 我们应该是初次见面 哎 姑娘 何来此言 我也说不出为什么 可是 我知道是你 不会错的 我从很久很久以前就一直等着你 你不认得我吗 你已经忘了我吗 一帝 你过来一下 一帝 你们的对话我都听到了 由那姑娘所言看来 我想她如果不是失心疯了 那就是和你有极深渊源 你当真一点都不认得她 凤姐姐 你知道我今天也是初次来到此地 如果我认识那姑娘 那我们大概是上辈子就相识了 可是她望着你的样子太不寻常 她的眼神里满是依恋和私慕之情 就像是终于找到分散多年的情人一般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 这我可是半点都不懂 凤姐姐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别忘了我是个女子 自然看得出女儿家的心思 既然如此 你不妨将错就错 就承认自己是她要找的人 然后我们先带她离开此地 以后再慢慢做打算 这 这 这岂不是在撒谎骗她 有你在她身边 能让她安下心来 而在她的记忆恢复之前 我们也方便照顾她 算是报答她帮我们打赢这一仗的恩德 姑娘 或许 或许我自己也忘了 但如果我们之间曾有过什么 我想 我想加以时日 我们总会慢慢想起来的 你终于记起我的事情了 我 我记起来了 冰离 在很久很久以前 你的确是这样子叫我的 此刻风声鹤唳 还是先找个地方避一避 随便找个商旅繁多 人际混杂的城镇 在客栈里 闭上几天风头便是 那 冰离 你愿意先和我们一起离开吗 当然啊 你应该知道 我一直都是跟着你的 不论你到哪里 我都会在你的身边 沙漠中居然能撞见流寇 运气还真是糟糕 行走江湖小心为妙 若是没人手艳 怕是会让这群流寇得手了 老大 他们看样子是老江湖了 管他是什么 咱们人多 动手 若非与风姐姐在城中相遇 或许也不会给风姐姐 带来这些麻烦 一帝 这是什么话 是我给你带来麻烦才是 现在竟成了亡命天涯一般 对了 方才还未来得及问 一帝你看来也不像兰州城的人 怎在那人心惶惶的时候出现在城中 一帝 哦 是听风姐姐这样一问 是阿灵 哎 阿灵 到底是怎么了 夏侯哥哥 我哥 他欺负我 把人家的婷婷藏了进来 哎 又是阿极在作怪啊 是你的娃娃吗 别哭 我帮你找去 阿极 你躲在这里干什么 夏侯大哥 这里挤不下两个人 你找别的地方好吗 谁要陪你玩躲猫猫啊 你把阿灵的娃娃藏起来 害她哭得乱七八糟的 快拿去还她 哎呀 夏侯大哥 你大欺小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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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就去把娃娃找回来 还给阿灵 这还差不多 快去吧 救救 救命啊 谁 谁来救我 我不要死 阿极 你不是去还布娃娃了吗 怎么在这里 夏侯大哥 救 救救我 我就是不想给他才跑出来的 哇 哎 你这小子 还真会给人找麻烦 你别乱动 我这就过去 夏侯大哥 有 有大蝎子 阿极 这蝎子由我来挡住 你趁着机会快逃 夏侯大哥 那 那你怎么办 我会自己找机会溜掉的 总之 你先逃再说 快走 你行吗 我去 lettere 我去寻找得给你说 你去寻找 你找死 我去掉 你唻门 如果你ев capacidad 你盯着我 你找死 你赢救 你找死 你找死 你怎么过 我告诉你 好不容易到了兰州城 结果金恶红花还卖完了 要过一两天才能运来 我本想等些时候 结果兵马就封了城 一弟 你接二连三遭遇祸事 不过俗话说 祸兮福所医 兴许过些时日 你的运道便能好转 待此番风波过去再寻金恶红花 想来是能治好那老丈的病 封冬就会有此等妖物 一弟 莫要跟他们缠斗 前方有处烽火台 我们先去里面陛下 妖物作乱的好时候 我们先在此处歇脚 等天亮再赶路吧 这里便是梁州城了 此处西夏势力尚未伸直 我们先在此歇歇脚 再做打算 封姐姐 那楼兰遗迹 到底有何要紧之处 让赫兰铁罕不惜潜军封城 也要找回秘卷 传言 楼兰并非如史书记载的 翠鱼兵戈 而是人为的毁灭 赫兰铁罕寻找楼兰遗迹 那时 汉史副介子 用忌袭杀楼兰王 将全城居民 迁都到西南方的乌尼城 于是楼兰之名便自此湮灭 而乌尼国也就此陈属汉朝 史书上虽是这么写 但我却曾听过另一种说法 据说楼兰是毁于一场惊天动地的灾变 汉宫内 长天时兴力的汉蜀太长一层记载 曾见七药齐犯黄到天顶 日月逆沉移而巨陷 可是 这和楼兰城又有什么关系啊 当时与父介子同赴楼兰的汉将王辉 在回朝后对迁都污泥之事含糊其词 只说楼兰在天灾中悔破严重 不得不另见都城云云 但他后来曾对有人提起 其时幽黄焚云 沙涛朝卷 子殿藩毫 穷木战裂 随即七药齐聚于顶 日月交时 天时乱续 如见末世之相 他亲眼见到七药聚底 可见这异象陷于楼兰城处 毁破楼兰的惊人天灾 与此异象自是脱不了干系 西夏王李元昊雄才大略 这几年来开疆辟土 对天下鲜有野心 若他想要获取这力量 婴儿特别请贺兰铁海来调查此事 那也并不奇怪 那封姐姐你呢 你可不像是想逐鹿天下之人 你又是为了什么想要找到楼兰 我是为了寻找 一个人 一个很重要的人 一地 谢谢你陪我这一路 糟了 咱们只顾着自己说话 可把冰黎姑娘给冷落在一旁了 冰黎姑娘 真是对不起 不用道歉啊 你以前也不常对我说话的 我们经常静静地并肩坐着 什么也没说 但是你总能知道我在想些什么 不是吗 呃 是 是这样吗 可惜我都不记得了 你们二人 想必定有渊源 请许上辈子就认识也不定呢 何况我看来 你们二人分明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碧人 既然咱们此后还会继续结伴同行 有些好事我可不能瞒着你不说 先回房去 我来与你们分说 当初师父将众多法宝分交众图保管时 我或传的是这个紫金网顶 别看着神顶小巧玲珑 他能练画天下诸物 合二为一 据髓画像 极是神意 今后若我们得到什么奇物异时 不妨用这神顶练画看看 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姨弟 这神顶就先交给你带着了 多谢封姐姐 这 这是怎么回事 是什么从紫金网顶内一散出去 不好 定是这紫金网顶内 未能完全裂化的妖魔逃逸了 事不宜迟 我们得速追去将其消灭 否则 这周遭的百姓 怕是得遭受其害 遭了 没想到逃出的竟是狂魔 这地界的魔物可不好对付 可得小心才好 这魔物极善术法之道 与其比拼术法 我们可不占优势 不过折虫之辈 也敢在此兴风作浪 此处精怪较多 还是巧胜为妙 一地 我们且分散队形 以免狂魔对我们进行集中攻击 总算是相似魔物相扶了 多亏风姐姐见多识广 知晓战胜此狂魔的技法 我们才能得胜 咦 方姐姐 真的是你 有救了 有救了 青罗 紫蕴 你们神雀宫四壁怎么会在这里 你们公主呢 公主担任她 她被劫走了 什么 摘女不见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有传言为 千年前被幽黄吞没的楼兰 将重现于世 武派以慕容争为盟主 和我们神雀宫便都来了西域 谁知道 在梁州城外驿站休息的时候 公主被尾随的一伙贼人掳了去 等我们发觉的时候 已经追不及了 对方挑你们在一战时下手 显然是有意而为 咱们现在便去分头调查 若有消息便回来此地碰面 封大姐 那便一切拜托了 四壁先行告退 还真是多事之秋呢 一帝 神雀宫和我关系颇深 有兵俩的与伯宫 从双与伯宫 刘馨宫 这不紫屯有即可 突然换你 你不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小朋友 是个中原来的姑娘 年纪约十六岁 请问您是否有见过 不是她 她昨天在这东张西望了一会儿 然后就跳进停在这里的一辆商队棚车 跟着那商队出城去了 原来如此 你可知道那支伤队往哪里去了 西北方 那支伤队的领队 是个极壮瘦的汉子 脸上有道蓝色的刺青 多谢 我们快追上去看看 救 救命啊 为什么你们非要我的命不可 我又没做什么 救命啊 有谁能来救救我 谁叫你没事乱瞧 看了不该看的 好也是没用的 你就乖乖受死吧 前面似乎有麻烦 我们快过去看看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小 小兄弟 救救我 这些人蛮不讲理 我不过看了他们一眼 就一路追杀我到这里 光天化日下行凶杀人 这沙漠里的盗匪 竟然如此猖狂 夺管闲事 有了 把他们都给我围起来 想动手吗 你们尽管放马过来 始 š操说 这贼人身上好像带着一封书信 书信 我来搜搜看 将神雀公斋女葛云一 勤补到手后 以快马接力送到宝中 行事务必隐秘 绝不可引起任何人注意 目睹者一律格杀勿论 死令伊伦哲罗 伊伦哲罗 听来好像是边境姓氏 这是敌方头领的名字吗 他们为什么要抓斋女呢 感谢恩公救命之恩 今后有用到查思葛的地方 恩公尽管开口 大叔 不用客气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这些人凶横霸道 我们绝不能见死不救 不过 这些人的举止 不像真正的盗贼 反而像是在杀人灭口 到底发生了什么 让他们飞去您的性命不可 哎 我不过是碰巧路过他们的营地 看到有人把一个昏睡的小女娃抬进帐篷里 那个女娃的服饰很特别 所以我经不住多看了两眼 谁知他们竟一路追杀我到死地 昏睡的小女娃 该不会是斋女吧 大叔 你在哪里看到这些的 就在北山绿洲附近 我这儿有此地的祥图 沿着这个路线走 半天就能到 多谢大叔 风姐姐 兵礼 我们快去营地救人 这一关应该没有什么道具跟 好 那就这样 你们三个在营地周围晃来晃去 干什么呢 他们三个鬼鬼祟祟一定有所图谋 少跟他们啰嗦 直接上 我就问你们 摘你他人在哪里 嘿嘿 你们果然是为此而来 可惜你们没命知道喽 哼 就凭你们几个人 尽管来吧 一帝 兵礼姑娘 此处无人 咱们不妨先商量下待会儿应该如何行动 我们得设法找到斋女的所在 除此之外 慕容姑娘的安危也颇令人担心 玄机妹子向来激灵 想必他现在正躲在暗处伺机而动 等咱们四处搜查时 他就会蹦出来了 这帐篷里 躲着一个人 等等 是我啦 别紧张 凌生姐 好久不见 因此所见猎童 此处的帐篷果然是躲人的好地方 玄机妹子 好久不见 这位大哥哥 多像你刚才这么关心我的事情 哎 请问你尊心大名 我叫夏侯怡 姓是夏侯淳的夏侯 怡是天怡的怡 初次见面 请多指教 这位是兵礼姑娘 你是和凌生姐姐一起来的 想必早已知道我的名字了 我叫慕容玄机 是北斗七星玄机星的玄机 我知道 北辰玄照 玄机天应 如今亲眼所见 慕容姑娘果然和这两句美词及时相称 你 你是在哪里看到这两句话的 慕容姑娘 别生气 我们可是拜此物所赐 才能一路找到这里来的 你的香包 这就原物奉还 慕容姑娘 叫起来很是生分 我又觉得自己的名字念起来拗口 所以 以后可不可以 叫我玄妹就好 这倒无妨 慕 玄妹 你无事就好 慕容灌主可是十分担心你 我听到这伙贼寇在谈送走斋女的事 一时心急之下便跟着他们 一路到了这里 玄机妹子 除了找你之外 我们也是为了追查斋女的事情而来 你于此可有所知 这伙贼寇事先将斋女藏匿在梁州城内 到商队出发 才将她一起悄悄运出城外 我随车队到了这营地之后 除了几次快马来去的提声之外 就没再听到过和她有关的消息 对方行事如此缜密 只怕詹女此刻已被带离此地 不如咱们就逮住此地头领 逼她吐露详情 听说有小子要请我 不自料理 脸上有蓝色刺青的大汉 就是你没错 快把宅女交出来 一群杂鱼 叫你们死 也做群明白鬼 俺有名有姓 叫做阿尔泰巴 阿尔泰巴 神雀宫公主在哪儿 快把她交出来 哈哈 翟女早就被送走了 你们先担心担心自己 有没有命走出这个绿洲吧 给老子上 一个活口都不用留 知道我们的厉害了吧 还不快把詹女的下落 和那个宝主的底细告诉我们 我阿尔泰巴 受过宝主的救命恩惠 就算你们把我大血拔快 我也不会说的 要杀的话 就动手吧 阿尔泰巴 你是个有骨气的汉子 既然你执意不愿说 和你在这儿相耗也是多余 今天就饶你一命 倒看不出来 你们还有这等气量 这份恩情 就留待来日再说了 后会有气 明生姐姐 你可是有了好主意 我早料到她不会说 所以偷偷在她身上下了本门的千里追踪法咒 以后不论她到哪里 只要放出符咒折成的纸鸢一路跟随 就一定可以找到她 她遭遇此败之后 必定会回大本营 向那宝主回报 咱们正可伪随而至 太好了 那咱们快跟上去吧 咱们快跟上去 atribe 林队 尝尝 不论 想陛下皱褶的所在 我记住了 那我先走一步了 你们万事要小心